在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颇为倚重的将领屈指可数。 从籍贯来看,有三位陕西籍的将领,深受蒋介石的器重。 他们分别是陕西米之人杜玉明,黄浦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陕西长安人张灵甫,黄浦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和陕西卫南人胡脸,黄浦军校第四期毕业生。 杜玉明先后担任过东北安保军总司令,徐州角总副司令等要职。 辽陕战役和淮海战役,都有他的身影。 而张灵甫和胡脸,则分别率领驻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军之一。 一个是整编第七十四师师长,一个是整编第十一师第十八军师长。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三个人的结局。 一、杜玉明 杜玉明 自光亭 是陕西拟之人 其祖辈是拟之当地地主 父亲杜梁奎是清末举人 曾参加过同盟会 1924年 不满二十岁的杜玉明 投考了黄浦军校第一期 毕业之后参加了两次东征和北伐 因表现出色 逐渐获得了蒋介石的赏识 屡获提拔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杜玉明已经成长为一名汉将 曾率部昆仑官大捷 在远征军期间 杜玉明更是扬名于域外 成为了蒋介石颇为以众的得力干将 在解放战争时期 杜玉明先是被蒋介石派到东北打内战 后来又任命为徐州角总副司令 实际指挥了徐邦会战淮海战役 在淮海战役中 杜玉明率领的徐州角总主力 在陈关庄地区被包围 最终全军覆没 杜玉明则沦为了俘虏 1959年 杜玉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被释放 于1981年 并逝于北京 享年77岁 二 张灵甫 张灵甫 林 是陕西长安区人 早年间 张灵甫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但不久因为学费问题而辍学 后来在陕西同乡于又任国民党元老的推荐之下 张灵甫投靠了黄浦军校第四期 毕业之后 张灵甫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军阀混战 不到30岁就成为了一名上校团长 可是不久 张灵甫就因为杀西安被捕入狱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 才获准待队立功被释放 在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手下任职 在抗日战争中 张灵甫先后参加过徐州会战 武汉会战 上高会战 鄂七会战 长沙会战等战役 而且立功颇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不久 张灵甫出任第七十四军军长 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孟良顾战役中 张灵甫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四师 经第七十四军改编而成全军覆没 张灵甫本人也死在了战场之上 年仅44岁 三 胡脸 胡脸 自薄裕 是陕西蔚南人 毕业于黄浦军校第四期 毕业之后 胡脸在陈城的土木系部队中 历任连长 营长 团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 又历任旅长 副师长 师长 在抗日战争中 胡脸率领第十一师 在石台之战中击溃日寇 一战成名 得以出任第十八军军长 又率部参加了湘西会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 胡脸第十八军 被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 成为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工具 1948年9月 胡脸整编第十一师 又改回第十八军 并以此为基础 成立了第十二兵团 本来有望出任兵团司令的胡脸 却由于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矛盾 只被委认为副司令 由此 胡脸以置兵为由脱离了部队 在淮海战役中 第十二兵团 在双堆极被包围 胡脸临危受命 坐飞机空降包围轩 但最终没能够挽救第十二兵团 不过胡脸在最后时刻成功逃脱 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与受气重 1977年 胡脸在台湾病逝 小年七十岁 从此时刻成功逃脱了